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吃烙鸡 反正小伙伴最近给我们推荐了一款奥特曼的东东了 说的在小卖部门口特别火不知道中奖率怎么样 它是里面自带奖品的 能听得到 这个是一块钱一入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六十 把它全部拆光要花60块钱 看上上面的图案 各种奥特曼都有 罗布光伦 欧布圣剑 还有各种图案 但是里面的奖品可能和奥特曼没有任何关系 在这个东东乐还在按我们之前的老规矩 四角定律 右上角第一个 我 我真和奥特曼没任何关系 一个米老鼠卡通图像 然后就没了 这个东西如果批发的话 估计一毛钱都不值 四角定律第二个 左上角这一个 一个笑脸 我现在已经预感到了 这次肯定会亏大法 能不能翻本就看里面有没有现金了 四角定律第三个 左下角这一个 卡通图像 笑脸 我去 目前为止龙公就抽了四个 两队都是重复的 四角定律这次完全都是亏的 剩下的就不按顺序了 随便把它全部打开 手练一个 钻笔刀一个 卡通图案一个 手练一串 好劣质的手串 估计两毛钱一条 小皮鸡一个 卡通小鸟一个 橡皮小猫一个 卡通小人一个 这个是硬塑料的 这一个还可以 但是绝对不值一块钱 橡皮一个 黄色头绳一个 方对贴纸一个 贴纸又一个 卡通小孩一个 橡皮擦一个 两个原色卡片 卡通小孩 一个小气球 坑 小哨子一个 搓的手指头都疼了 甲贝壳一个 叶子塑料爱心一个 叶子橡皮一个 叶子气球一个 一把橡皮筋 稍微撑这么大一点点 就要断了 很细 塑料小人 塑料小鸭子 塑料不知道什么东西 太空泥 小皮筋 小橡皮 小哨子 叶子小熊 终于有一个好玩的了 小时候经常玩这个 就像迷宫一样 这里面的小球 可以进到最中间 这个东西还稍微有一点崴头 摸着塑料的感觉还不错 质量蛮不错的 差崩溃了 因为里面没有一个好东西 就这么一堆 劣质的太空泥 粘粘的 按一下都粘到我手上了 我手上都粘黄了 塑料陀螺 玩到这可以玩 但是一块钱绝对不值 那看看它这个小熊 上面超级毛躁 很劣质这个东西 其实我放在家里 感觉怕它污染 小熊 一般掉了 总之这一堆 没有一个可以用的 60块钱完全打水漂了 反正小伙伴 如果再遇到这种 奥特曼都能乐 一定要进而远之 视频看到这里 麻烦帮本期视频点个赞 安慰一下少奇 想看下期少奇播什么 也可以在评论中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